你好 欢迎收看2月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2024花联太平洋灯会在3号晚间正式点灯 这一次的主轴是得天独厚药龙门 除了有科技主灯搭配水舞带来精彩视觉饗宴 还有花联鞋子所绘制的1500颗灯笼墙 以及生效灯饰现场非常壮观 充满着浓浓的连结气氛 一请启动 花联县长徐正卫和立委傅坤奇一同点亮云龙细珠 科技主灯 共同为太平洋灯会揭开序幕 徐正卫表示这一次花联灯会是唯一在台湾太平洋一册所举办的灯会 结合了13个乡镇市近2万盏大红灯笼 还有1500颗学生作品所组成的灯笼墙 也让灯会充满年节气氛 今年是熬药龙门 由我们的设计大师陈俊良总监 还有花联子弟林坤颖一起共同来这个合作 让花联今年的灯会分外的不一样 尤其是这一次的灯会 我们用熬的出声以及这个新声 一直到熬要龙门成为一条龙 灯会与花联当地特色 再加上传统年节气氛为核心所打造 尤其是主灯更是充满花联人浓厚的在地情感 看到这个主灯从龙的灵片一层一层的象征 花联的土地 花联的族群 花联的人们的情感 然后我们看到天空的颜色 海的颜色 一层一层叠在一起 那也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祝福 花联太平洋灯会开幕现场涌入满满人潮 熔灵光狼 灯笼枪等特色灯区 都可以看到不少民众拿起手机狂拍 周边还有夜市喷泉表演的内容 也让现场民众创下难忘体验 记者综合报导